一對男女抱著燈桿抵抗強風 但再不走就真的來不及了 雷雨包強降雨不留情 民眾雨傘也被吹到開花 瞬間風雨讓民眾直呼颱風等級 風大到直接將露樹給吹倒 經過內湖的王姓男子還被劃傷 機胎大直的工地現場 圍裡也被吹進工地內 新北市巴黎左岸激烈風浪 把船打得左彎右斜 還把垃圾車給吹著跑 新竹還有大型看板被強風吹倒 一度造成車流回堵 在瓊林的高爾夫球練習場 鐵桿因為強風從中斷掉 往下折 瓊林七點多的時候 風雨還蠻大的 怎麼大 像颱風般的樣子 瞬間大雨雷擊 襲擊苗栗以北 三十一號水汽多 大雷雨襲擊得要到四月一號 下半天才渴望緩和 二號和三號出現空檔 但四號到六號清明廉價 又有另一波封面接近 下雨也要下在對的地方 北水分數連兩天進行人工增雨 目前全台二十一座水庫 有十座蓄水量低於四成 南投物社水庫 只剩百分之二十八點四 石門水庫 寶山水庫都在三成左右 廉價掃墓出遊 就怕強降雨來得又急又猛 建議隨身攜帶雨具 以免凌晨落膛機 三立新聞綜合報導